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毛里修斯有130万人口是坐着在印度洋上 划分到非洲区域 但是其实我们的管理体制属于欧洲管理体制 我们先后被葡萄牙 法国和英国作为殖民国 1975年 大概是 然后独立变成毛里修斯共和国 大概是这个情况 我们国家是属于多元文化 多民族的 有印度人 穆斯林人 还有土人 也叫克里奥人 还有其他的少数民族 比于白人和华人算是少数民族 大概是这个情况 官方语言是什么 我们的官方语言 国际官方语言是英文 平时我们国家说那个法语的一个分支叫克里奥语 OK 好 这次采访你主要是说最近在你们国家发生那个游轮六油事件 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就是一个日本的一个货船 一个日本货船大概是船上有4000吨的油 其中有石油 有什么这种轻油啊 各种重油啊 都有 包括大概是4000公吨 4000吨的油 然后但是也没有搞明白 是机器故障还是海浪风大 他们那个正常他应该走 不能靠在毛里修斯 那个离毛里修斯的太近来在海上走 但是他突然就直线就过来了 直奔到毛里修斯海岸 然后就是撞到了我们的珊瑚礁 这个地区是我们那个国家的全世界的一个重点的海洋保护的一个地区 然后他刮到珊瑚礁之后 多少天之后我们毛里修斯政府才知道 知道之后因为我们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然后就是不知道怎么做 然后又过了一些天又过了一些天才发现漏油 因为当地的那个鱼啊螃蟹啊什么都死掉了 漏油很明显现在越来越严重了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 这是一本这是一艘日本的船 然后日本的叫三井公司 货运公司 那个包括船长在内 现在给毛里修斯政府道歉 表示非常的那个对不起 然后要采取一切办法 尽一切可能帮助我们挽回损失 大概是这种情况 目前现在已经泄露有一千吨了 在海上 海上还有现在下一步 我们总理在那个昨天的那个表示讲话中说 有可能这个船要分一分为二 要列体 有可能第二次裂缝还要发生 OK 就说他当时发生漏油之后 他没有及时的通知毛里修斯的政府 所以其实他在毛里修斯的那个 国家的那个海域里面 但是他没有通知毛里修斯政府 是吗 对 就是一个是海上的监控机构也不够 没有GPS 互相的连接也没有 然后我们这边也不知道 他那边也没有通知我们 但是后来知道这件事了 说搁浅了 说这个船在那个珊瑚礁上搁浅了 但是我们政府还说 不会发生漏油事故 请大家放心 您有人传说 说在那个网上有人传了 Facebook说漏油了 政府还造谣 还辟谣 还说的这是造谣 绝对不会漏油 结果没几天 三四天之后 整个的那个海洋的那个照片 那个船的照片呢 在网上都传上来了 这回才面对这种严重的现实 大家都撒掉了 从你发给我们的照片上面看 这个船挺大的 发生事件 既然没人知道 几天之后才公布出来 会不会有点可笑 比如说你们没有海浪 海外全罗队啊 你们地方太大 大家去不了那么的地方 我们国家还是很小 技术不是太 技术还是比较 比较封闭的 然后再一个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知道这个船隔浅了 但是当时还不知道它漏油 不相信它漏油 没意义上这种情况 然后发生这种情况之后 我们那个求救 求助法国 求助法国派那个飞机来资源 法国也迟迟没马上来 然后日本 因为是日本的船嘛 日本现在也派一个 六个人组的一个飞机也过来 在那个用飞机 把那个船上的大的那些油桶啊 那个吊出去 然后呢 我们当地的毛里丘斯的自愿者 纷纷组织起来 用那个头发 还有那个纺织物 衣服啊 什么那种吸油的那些东西 放在那个管子里 然后在海岸上 变成一个警戒线 就是给隔绝一下的 让那个 让这个管状的这种天充物啊 能把那个油给吸进去 但是这都是小小的 很小的举动 整个这个海洋 你看这个视频 看这个照片 在那个俯瞰 看这个视频 那个海洋的污染 其实很严重 对 这个好像这个受灾的 这个部分是那个 毛里丘斯他们 你们著名的旅游景点 是叫湿地 就是比较重要的湿地 就是一个联合国 地公约 这是这里保护区 这是在买部区 这个地方是那个 那个世界上一个著名的 那个叫公约保护区 湿地保护区 是因为它那里的自然生态特别好 对吗 生态非常好的 自然生态 这是你们第一次发生 发生这个漏油事件 在你们国家 漏油事件是第一次发生 但是类似的就是有那个船搁浅的 可能漏水了往下沉 有这种情况 2016年可能一个小情况 但是没有这个严重 这个是太严重了 几乎全世界各个国家都知道了 然后前些天 美国一位朋友 还问我这个事 然后问说你们毛里丘斯政府 没有要求小日本赔偿吗 经期赔偿吗 然后我笑的回答 我说我们那个国家的人民非常友好 我们的政府也都非常那个友好 因为那个现在在这种情况下 都是感觉不是故意的 然后现在大家在把精力 都用在那个抢救和那个 保护这个精力这个时间上 还没有来得及谈下一步的 那个补偿问题呢 但是生态受影响 那个收服生态也是一个比较长远的时间吧 对不对 要花很多年才能够重新 那些下面的那个海里的生物 和那个珊瑚礁 要花很多年才可以回到 没有受损之前的状态 就是本来是那个大流行病 给我们国家的旅游业已经造成严重的损失了 包括我们的海边的宾馆 酒店 还有旅游公司 整个我们现在的经济处于比较 比较那个下滑的阶段 停滞状态 然后现在又出现这种情况 漏油事件 将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呢 据我估测啊 我们国家的旅游业 哎呀 就是很 会 很那个 悲惨的 我相信你们也有很多海鲜 海产品 这个会受供应受影响吗 应该受影响 我们国家 没有那种 就是 像中国是一样 就是 那个 就是人工养殖的那些海鲜 我们都是在海上打捞出来的 都是就是 像深海 像这个螃蟹茶都是深海的 都是非常非常鲜的那种 但是没有人工养殖的 如果 我记得有南非啊 或者个别国家 来我们毛里丘斯 做人工养殖场 然后当地居民都进行抗议 阻止这么做 怕破坏当地的那个 那个环保 那个生态平衡 最后几乎 几乎都没有做成 就来做海产养殖的 几乎都没有成功 因为野生的已经很大量了 没有这个必要 我们那个宫海 毛里丘斯的那个海域 鱼都打不完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 属于我们毛里丘斯的那个海 都租给欧洲国家 租给欧联盟国家来打鱼 还有日本台湾 包括中国 都租给各个国家来打鱼 我们自己的鱼打不过来 再一个我们的人 也不是特别勤快的 OK 我把我的地址给你 麻烦你送一下过来 Kraise 你有问题 我就觉得那现在 有没有什么最好的措施呢 因为我知道你 珊瑚礁它现在是在尽量 就把油就是不让那个油 受污染的部分尽可能的 不让它受到更大的影响 但是你现在已经发生了 这个污染这个区域 那这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可以让它尽可能快一些 恢复到就是之前的状态 现在已经有两个船 接上这个漏油的这个船了 一个船是把管道 直接通在那个漏油的那个桶里 再抽油 另一个船再准备好 就是马上接替那个船 但是那个昨天星期一 因为海上的海浪风很大 海浪很高 所以昨天白天被迫停止作业 然后昨天可能晚上 七八点钟之后 又继续开始作业 目前情况下还在继续漏油 并且还很严重 这里面还有多少油 没有抽完呢 你看四千吨 已经漏了一千吨 然后再抽 还有两千多吨 还在里面 估计还有两千吨左右 抽不完呢 现在那个海 我看那个服饰图 那个照片 海都变黑了 我看那里照片 那个船真的很大 像一座 庞大的建筑物一样 就是现在我们那个警察局 我们那些中央警察局 在那个日本船员的陪同下 三个船员陪同下 那个乘飞机 登陆在那个船 然后把那个航海日志 航海日记啊 他有一些材料给带回来了 就想搞清楚这个船是怎么回事 突然间就是直接直线来到毛里丘斯 然后他不走他那个海岸 走他那个航海的那个方向 然后直接来到毛里丘斯 然后就搁浅了 现在我们就是也搞不明白 现在也正在调查这个事件 其实他们是路过 不是到你们那里去 路过这里 现在没搞明白是什么原因 那他们目的地在什么地方 目的地是巴西 到巴西 OK 走到一半年 他迷 他迷路了吗 为什么会跑到那去 他迷 就现在我们那个GPS 好像还没录下GPS吧 反正就是 现在还在调查呢 还在调查阶段 我们当地好多自愿者 全身黑乎乎的都去帮忙 有的带着孩子 反正各个民族都去 人抬着人扛着 一个接着一个的去抢救去 但是这都是 还是沧海 民众对这个悲剧 这个事件反应怎么样 民众有些怨言 因为就是说 我们的政府动手太晚了 当初搁浅的时候 刚一听说的时候 应该马上行动 结果呢 迟迟那多少天没动 并且还说辟谣 还说是造谣 漏油是造谣 结果耽误了 结果那个裂缝越来越大 裂缝越来越大 现在就是有可能 有第二道裂缝 并且马上这个船要解体 OK 如果这一套麻烦就更大 里面两千多栋油 都已经撑不住了 这个损失非常大 没有人民的伤盟没有 那没有 现在他那个船员 都接到我们 通过那个检查 有没有大流行病 然后没有 都给送到我们 那个首都路易港的酒店 在他在那里下榻住宿呢 好 这个事情 你刚才说这个公司是 你刚才说这个公司是 日本的海运公司 它那个 海运公司 但是有没有就是 因为它是从中国 前往巴西嘛 那有没有中国船员在上面 或是这个也有中国公司的股份 没有吗 那这个我还不太不太想起 好像是主要是日本吧 主要是日本 这个还不太 我不太还不太清楚 那么根本是从哪个地方出发 从中国出发 对 对 对 是 OK 应该有中国人 应该有中国人 OK 日本的游船 但是中国出发到巴西 途经某城市就搁浅了 我们这边的海岸 就是在这停泊的 有时候给供养的 有时候那个到这里供养 一般有台湾人 中国山东 山东人 然后是日本的 就是大概都是这些 都是基本都是常 就是经常规律的这些人 船长啊 随手啊 OK 好 我没有问题了 规矩有没有 最后的问题没有 没有 我觉得这是 对大家来说 都是一个坏消息 因为本身 COVID-19就已经是 给各个国家带来 很多就是困难 现在再加上一些 这种 这种 就是怎么说 又是人为的 这种 一个 一个 灾难吧 对 希望我们大家 能够尽快 振作起来 希望你们 尽快 非复正常 我希望世界各国都来旅游 期待明年见 我们期待你 下来给我们发的照片是 南天南海 OK 白云到处 我们发南天白云大海 好 谢谢 OK 祝大家平安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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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